OK啊,这是咱们的用户的模块,对吧? 那么除了这个用户的模块之外呢,我们还有哪些个模块? 那么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其实是导航条,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导航条上的这些内容,当成是我们的一级分类来进行处理,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边呢,我们就有一个一级分类的模块 那么这个一级分类模块,其实在我们前台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功能的 是只有什么,查询吧,这是不是就是查询这个一级分类,对不对? 没有像我们的后台可能还需要对它完成增删改查的操作,对吧? 但是我们前台上呢,只是一个查询的功能 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们在这儿呢,它的一个功能主要就是查询我们的一级分类 对吧?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一级分类的这个地方 每个页面上是不是都有? 注册里是不是也有?登录里是不是也有? 然后我们的购物车,订单,这上面这一条是不是都有? 那么我们的每一个页面都有,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呀? 是可以包含 那你查出来之后,你每个页面都有 你是不是每一次一点击页面跳转的时候,都需要去查它 能想到吗?你说我在这儿一点登录,你查不查这个? 查吧,我一点注册,查不查它? 是不是也得查?那可以怎么办? 因为我这个信息,是不是任何的页面都有啊? 我可以把它存到哪儿去啊? 存到session预理 对不对?我是不是可以存到session预理 如果我存到session预理里边的话 我每一个页面就不需要都去重复的查询这个东西了 对不对?我直接从session里边往外获取 是不是就可以啊? 对不对?就没有必要都去做查询了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边主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查询一级分类 然后查询完了之后呢 我们怎么做啊? 就是将我们的一级分类 给它存入到哪呢? 我们的session的一个范围 对不对?因为这个呢 是我们的每个页面中 都有我们一级分类的一个数据 对吧?你都要显示它 那每一次你说你都去数据库查询的话 将效率又低了 我直接在首页查询的时候 就把它查出来 并且呢存到session里 每一个都从session里边往外获取就完事了 是个意思吧? 好了,这是咱们的这个地方啊 然后呢,在我们的首页上 还有什么信息啊? 是不是商品的查询? 对不对?还有商品的查询啊 那么我们就在这呢 再来写一个 其实这个如果单独分成一个模块的话 它也应该算成是商品模块 对吧? 那么商品模块里边有哪些个查询呢? 首先我们要查询热门商品 而且这只显示几个呀 只显示十个 对不对? 我们查询热门商品 热门商品 对吧? OK 那么查询热门商品的时候 查询热门商品 那么我们需要限制个数 对吧? 限制 诶 个数 对吧? 多少个? 十个 是个意思吧? OK 然后在这里边我们还需要查询谁啊? 是吧? 还需要查询我们最新的商品 对吧? 也是十个吧? 查询最新的商品 然后在这里边呢 是不是也是十个? 对吧? 查询最新的商品 然后在这里边呢 我们也是要去限制什么? 个数的 对吧? 也是查询十个 其实查询十个 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我们那种分页的查询 对不对? OK啊 这是我们首页上的这样的几个功能 对吧? 首页上的这些功能 然后我现在一点击这个 假设这就是服装 对吧? 我一点击它 那么这是干什么? 这干什么? 我一点它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一级分类进行查询 然后这下边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一级分类下的二级分类 对不对? 这里边我们是不是也要查询一级分类的时候 同时把一级分类下面所属的二级分类也得给查到 然后还得查谁? 还得查谁? 是不是还得查商品呢? 对不对? 还得查商品 而且这商品还得是带有分页的 这还得带有分页 所以说在这里边呢 我们这个算什么呢? 也算是查询一级分类 对吧? 这是咱们在这吧 给它是查询某个一级分类 或者是你这个叫做什么呢? 查询商品的列表 这是不是也是显示我们的商品啊?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边不管你把它算作是哪一块啊 它都需要做什么事啊? 哎 做什么事啊? 首先我们要去 哎 查询 哎 某个一级 其实是应该是查询 所有一级分类 然后同时呢 还要怎么做啊 查询到 这个 就查询到每个一级分类下的 所有的 所属的二级分类 你看是这意思吧 就是我们左边这一块 当我一点击这个一级分类的时候 我左边是不是所有的一级分类都在出来 这大队是不是都是我们所有的一级分类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是不是每一个一级分类下所属的二级分类 对不对? OK 这个咱们肯定要去查询的 然后还要查询什么? 查询 该分类下的所有的商品信息 对吧 就假设我们现在一点服装 对吧 这假设就是服装 那你是不是应该把男装 女装 什么童装 这些东西都得给查出来 对不对? 然后并显示带分页的一个显示 是这意思吧 哎 得是带分页的一个显示 OK 然后呢 好了 这是我们带分页的一个显示 带分页显示 OK吧 好了 这是这个地方 其实呢 你也可以把它算作是什么 查询我们的商品 就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把它算成什么 就商品模块里边的 查询我们的商品 就是根据我们分类的ID来查询商品 咱们给它算到这里边来 这就是我们查询什么 某个分类的商品 那么在这里边怎么去查询某个分类的商品 是不是在这里边我们需要传过来一个分类的ID 对吧 这时候我们需要根据分类的ID来进行查询商品 肯定是这样 然后我们还需要根据谁 就是二级分类 就假设我在这一点男装 那我这边是不是得显示所有的男装 对不对 我还得根据什么 这里边 这是查询某个二级分类的商品 对吧 那么在这里边你就得根据谁了 是不是得根据我们的二级分类的ID 对吧 来进行查询我们的商品 是意思吧 好了这些都是我们商品这一块的查询啊 然后当我一点击某一个商品的时候 我是不是还得进到哪个页面 是不是商品的详情页面 对不对 而且商品详情左边是不是也有这个 soflat 对不对 好了我们还需要进行商品的详情的查询 其实就是查询某个商品的信息 对吧 查询某个商品信息啊 这个就根据我们商品的ID来进行查询相关的商品 查询相关商品 OK吧 然后这商品完事了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要点击添加到购物车啊 对不对 我一点击添加到购物车 那么我要点击添加到购物车的话呢 这就应该算是我们的一个购物模块 那就应该算是购物模块 那么在这个购物模块里边有哪些功能啊 我是不是将商品的信息添加到购物车 就当我一添加过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进到我们的购物车页面 对吧 就把这商品添加过来 OK 这是第一个啊 这是添加到我们的购物车的功能 那这里边呢 就是将我们的商品的信息添加到我们的购物车中 是吧 然后除了这个功能之外 还有什么 是不是从购物车里面移除啊 对不对 我们可以怎么的 从购物车中移除商品 移除商品 OK 就是将我们的商品的信息 从我们的购物车中 对吧 给它移除掉 是意思吧 OK 然后还有什么 在这里边我们还有清空购物车吧 对不对 清空购物车啊 OK 这就是清空购物车 那么清空购物车的话 怎么玩啊 就是将这里边的所有的商品信息 是不从购物车中移除啊 对不对 从购物车中移除 是意思吧 好了 这是我们的购物模块 那么如果这几个功能完成了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查看购物车吧 对不对 查看购物车啊 然后在这里边 我们如果把这些功能都完成了 在这我一点提交 怎么的 是不是就要生成订单了 对不对 这个就进入到我们的订单模块 对吧 就进入到我们的订单模块 那订单模块 首先我一点它 会有什么功能 会有一个生成订单的功能 对吧 就需要呢 将我们的这些数据啊 存入到数据库了 对不对 就需要存入到数据库了啊 就是我们的订单 对吧 然后我们就需要呢 把这个订单的信息 和下边你所购买的商品的信息 都需要存入到我们的数据库里边 是这意思吧 OK 然后呢 在这里边我们就可以去输入内容 并且呢 一点它干什么 是不是要支付啊 对不对 我们要为这个订单付款啊 这第一个 我们要将 就是购物车中的那些个信息 是不是最终要存入到数据库 就是生成订单了 对不对 就生成订单了 其实你生成 一旦生成订单了之后 你的购物车的内容 就应该清空了 对不对 你就需要去清空购物车了 对吧 你正常去购物网站也是 只要你买完东西了 那东西已经生成订单之后 那购物车就没有了 对吧 就没有这个商品了啊 OK 这是这个地方 然后订单生成完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 为订单付款 对吧 你得为订单付款啊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什么 我们的在线支付的一个功能 那在线支付的功能 是意思吧 那一旦我们付完款了之后 这订单的状态 是不是也修改了 原来可能是未付款 然后我一点它呢 肯定付完款之后就变成 已付款了 对不对 就已付款了啊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 还需要做什么事 就在这上边 我可以登录以后 可以干什么 去查看我的订单 对吧 去查询我的订单 那么这是以什么功能啊 其实就是根据 我们的用户的ID 去查询里边的订单 是意思吧 查询我们订单啊 其实我们在为订单付款的时候 在这里边你还得有什么功能 就是修改订单的状态 对吧 然后还得去修改什么 你订单的地址啊 收获人的联系方式啊 这些数据 你是不是也得给人家弄到数据库里面去 对不对 也得是 也算是修改什么 修改我们订单的一些信息啊 订单信息 比如说这里边的 什么 收获人 对吧 比如说联系方式 哎 比如说我们的送货的地址 对不对 哎 OK啊 这是查询我的订单 然后查询我的订单的时候呢 我们会列出很多的订单 然后我想查询一个 是不是也应该让他能够查询啊 对不对 在这里边我们还可以去 哎 查询某个订单的详情 对吧 那么在这里边就是根据什么 我们的订单的ID 哎 来进行查询了 对吧 哎 来进行查询 OK啊 这是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一系列的功能都走完之后 我们的前台上的基本上功能 是不是也已经满事了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啊 我说一下 就这下边的这些 我可就不去写了啊 对不对 什么关于我们呢 真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 我为了把它留在这啊 好看一点 要不然嘛 我把它去掉之后呢 我们的页面就不好看了 对不对 就像这里边的注册和登录的似的 我左边这些东西吧 你说我要把它去掉 这块显得太空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这个地方就放在这了 但这些呢 咱们不去实现它 对不对 不去实现啊 OK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前台的这个功能呢 就完事 那前台的大致功能就完事啊 OK 这是我们前台的这一块 然后呢 如果是进入到我们的后台了 好了 我把这个写成是前台的啊 对不对 那如果进入到我们的后台的话 会有什么样子呢 好了 这是我们的后台的需求 分析 那么后台其实主要就是对这些模块的一个维护了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边咱们都有哪些模块来着 是不是有用户模块 对不对 那么它就可以对用户干什么 进行修改用户 对吧 它就变添加了 添加的话 咱们是不是前台注册 就是添加 对不对 它可以修改吧 就把你的用户的信息修改一下 因为它是管理员吧 对不对 然后还可以干什么 删除 可以吧 然后还可以呢 进行查询 对吧 查询我们用户 是不是这些 你也可以给它弄个添加 这个就看你自己了 你也可以来个添加 对不对 其实我们后台是不是主要就是增车改查操作 添加用户 到数据库 然后这块呢 就是我们修改用户到数据库 还有就是删除了 对吧 还有就是查询 然后查询用户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带分页 对不对 再分页 好了 这是用户模块 然后还有什么 是不是一级分类 对吧 一级分类 那一级分类 我们肯定也是完成它里面的添加一级分类 然后你添加完了 前台肯定能显示出来吧 对不对 添加一级分类 然后 还有去修改一级分类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什么 是不是删除一级分类 然后这里边删除一级分类 那么这里边呢 因为我们的一级分类啊 数据是比较少的 因为你去任何一个网站 它的一级分类的数据也不是特别多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个查询的时候呢 你可以不带分页 对吧 如果你的一级分类比较多的话 那你也可以什么呢 带有分页啊 但是我这里边的一级分类的数据比较少 那我就不带分页 那么这意思吧 那就不带分页啊 OK 这是这个地方啊 一级分类的相应的操作 然后在这里边 我们接下来呢 要进行二级分类的一个维护吧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添加二级分类 添加二级分类 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 你添加二级分类的时候 这个二级分类 它需要有啥呀 是不是需要有所属的一级分类 也就是它得知道 我现在要添加完以后 它属于哪一个一级分类了 对不对 这时候才可以啊 OK 这是我们的添加二级分类 然后修改二级分类 那你修改二级分类的话 是不是也得去修改这个二级分类 所属的那个一级分类 对吧 修改我们二级分类 所属的那个一级分类 对不对 OK 然后 点查一下 然后还有什么 是不是就是 还有我们删除二级分类 对吧 删除二级分类 删除二级分类 然后在这里边注意 如果我想把一级分类删除掉的话 这是不是删除一级分类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它极连删除二级分类 对吧 你一级分类没有了 你这二级分类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干掉了 所以说这里边我们是不是可以极连删除我们的二级分类 是这意思吧 OK 然后最后呢 我们还可以去查询我们的所有的二级分类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你查询的时候就得带什么分印 这时候就得带分印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还有就是商品和订单模块了 在这里边还有一个是商品模块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订单模块 那么商品模块里边 咱们需要去添加商品 那么这个时候你在添加商品的时候 需要给它添加这个商品所属的二级分类 比如它属于哪一个二级分类 对不对 还得干啥 上传商品的图片吧 对不对 你得上传我们商品的图片才行 是不是这意思 OK啊 然后我们在进行修改商品的时候 怎么的 它里边是不是也需要修改 对吧 这个商品的二级分类 然后如果你想修改图片 对不对 那你也得在这修改我们商品的这个图片 对吧 就是你还得完成上传的功能 是这意思吧 OK啊 然后这是修改 然后我们还需要进行删除商品 删除商品 这个商品呢 行了 咱们就到时候就给它来进行真正的删除吧 就是删除商品 然后删除完了之后 最后一个可以查询我们的商品 那么查询的时候呢 就在这儿 咱们写一个商品的一个查询吧 查询完了 这里边也是得需要带分页 分页显示 是这意思吧 OK 然后最后一个订单 这订单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做 因为有一些网站里边呢 是不允许去删除订单的 对吧 有一些网站里是不允许删除的 就是假设你是淘宝卖家 你淘宝卖家的话 你也不能自己去删订单 对吧 所以说这里边呢 咱们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了 假设人以后让你删除订单 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删除的功能了 如果不让你删除呢 那你就不删呗 对不对 那咱就不删 不删的话怎么玩啊 那它里边主要就是查询了 那主要就是查询订单 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查询所有订单 查询所有订单 然后这里边呢 也是怎么的 带分页 然后我们还可以做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步的加载这个下面的订单项 那一步加载订单项 就是我现在只查订单 那这订单下面买哪些商品呢 我先不给它显示 然后你点一个按钮的时候 这时候再去加载 可以吧 这些都可以做到啊 那么这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后台的这个需求分析了啊 后台需求分析 那么来这些这个是什么是什么呢 哪些就叫人叫人叫人 独斩